何韻詩一連三場的演唱會圓滿結束 除了獻唱多首金曲之外 阿詩還說有喜事宣佈 我還有一個沒有消息的 想在這裡跟大家分享 並問我有了 還未轉 是… 我們終於申請成功 琴館 夏蘭 Such Kamben Kamben 恭喜你了 很忙 終於申請到這個紅館了 也很開心 這麼簡單? 好像不是只是開心 因為我真的沒想過會申請到 其實是下年的10月 因為我入展的時候也是打定輸數 只是想先儲一下計劃 誰知道就真的申請到了 我們的猜測應該是負責審批的朋友們 就是… 很煩啊 女生我給你了 不要再入籍了 阿詩又說到今年工作繁忙 希望明年有時間休息 去印度和奔歐等地方流浪幾個月 至於年尾的頒獎禮 她就說已經很久沒有參加了 還說只要做好自己 就會有知音人 不敢說 我不是太過追求那件事 還有我覺得做音樂 其實我想純粹一點 獎項其實… 很多獎項都有試過拿到 有些沒有的 我又不是覺得很特別重要 轉換一下 因為其實頒獎項 除了規限了唱片公司很多年之外 其實也規限了電台或電視台的很多做法 其實世界應該是去到一個更好玩的時候 但大家還很留戀一些舊友的方式 那就沒有進步了 阿斯坦賢自從雨傘運動之後 工作量少了七至八成 她特別感謝團隊無條件的支持 說說說說還哭了出來 其實不單止團隊 據知她的密友鄧九雲都有低調現身燦場 這麼多人支持阿斯 推動她繼續做好音樂 好啊 何韻詩一連四場演唱會圓滿落幕 雖然來到尾場 只不過阿斯這晚仍然狀態十足 在佈置城郊外圓林的舞台上樂力獻唱 全晚的焦點就是去到演唱會尾段 阿斯眼濕濕逐一感謝台前幕後和父母之後 突然向大家宣布一個好消息 就是明年會在紅館開場 由一開始我要做這件事 有很多很多人遇落不雪 即刻跳出來幫忙 還有其實 我還有一個沒有消息的 想在這裏跟大家分享 並不是我懷孕了 還沒有 還沒有 是 我們終於申請成功 原來我們堅持是有用的 終於在不屈不撓 不斷地煩著 這個入址的工作人員 之後呢 他們就說 好了好了給你了給你了 是呀 多少場 不知道 是呀 因為 平時要開很多場 可能會有很多贊助 不知道有沒有人願意贊助 所以這個都要看情況 自從成為獨立音樂人之後 阿斯的音樂路一點都不容易走 看見今時今日 仍然得到這麼多歌迷支持 阿斯都很會做 獻唱一首苦練多時 曾經用來鼓勵自己的日文歌 答謝大家 所以 祝此 阿斯在台上大粗語言天分 令台下歌迷不知多驚喜 不過歌迷如何能這樣滿足才可以 所以阿斯一於樂力唱 繼續用歌聲感動大家 是有种人 纯粹而无根获 有种歌诗 从未曾经翻译 此次再活过 维护着便宜兴奉 明年又举行演唱会的阿斯 看似未来也有时间忙了 不过阿斯说即使多忙也好 现在怎样都要让自己回一回气 还计划去外地流浪 其实这几个月都做了很多东西 真的在几个月里做了两个大的表演 其实这件事是挺瘋的 所以真的要休息一下 而且要去其他地方去吸收其他东西 希望有一个新的我再回来 做一个好的表演给大家看 何韻思一年四场在旺角举行的演唱会 昨晚结束 他宣布成功申请洪管明年10月的当期 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并不是我幼座 秘书 是我们终于申请成功 我相信是 我相信是 你 收小隔的人怕了我們 不要再搞我 我給你那個朋友 我很希望到時 可以再見到你們 也很希望 台上的每一位 到時我們 再玩過好不好 啊 就是這樣 原來堅持是有用的 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我们终于申请准功 同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同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都是有問題的 它究竟用甚麼準則 還有為甚麼可以為甚麼不可以 從來不需要給… 這麼透明 對 難得洪館開表演 先開多少場 不知道 我要看看有多少人支持 起碼有一場… 那你自己獨立還是怎樣 還未想 對 接下來想想 主辦 對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敢跟我一起扮 你可能要自己去拍門找這個贊助 對… 沒有想到這個問題 要跑數 這件事就行了 你要跑數 要跑數好 那我要學一下 出去賣身 花錢錢 看來見人見節 阿C 你知不知道剛才宣布好消息 有人以為你結婚 想多了 想多了 我們都以為 等一下 我紅館真正到開心 還是結婚開心 開心一點 當然是結婚 想想她 想想她 你不想要有空嗎 說一下 一百年多 一百年多 地球太亂了 地球太危險了 我們不要做這樣的傻事 何韻詩一年三日四場的演唱會 在旺角墨花省場館圓滿結束 在演唱會的尾聲的時候 阿C終於激動爆哭了 他承認在過去一年走得很辛苦和吃力 但見到有這麼多人支持 多辛苦都是值得的 而接下來阿C就透露他將會離開城市去流浪一下 有人會說你這樣去到野外 離開了城市 想去流浪 那是不是逃避 其實我覺得不可以這樣說的 因為在我們一個這麼繁忙的生活裡面 其實我們絕小時間去接觸自己 當你去到野外的時候 其實你終於有時間去面對自己 面對自己的脆弱 面對自己的不足夠 其實這個才是真正的去接觸自己 其實做音樂人真的很辛苦 就連入址申請場地都不斷被拒絕 不過阿C這一天就有喜訊宣布 就是明年十月將會在紅館開演唱會 咦 不知道主辦單位又是誰 未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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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咦 不知道有沒有人敢跟我一起 扮 你可能要自己去拍門找那些贊助嗎 是咦 沒有想到這個問題 你要跑數 這班東西 你要跑數 你要跑數好咦 那我要學一下 那你應該留不到浪 不是 也有些 你整天可以去拍門嗎 留一天 三天 你好快寫信 蛤 寫信客門 我又不用寫信 出去賣一下新 哈哈 你錢不錢 嘩 看見人見智 這些東西